以促進傳媒多元化為發放牌照的衣歸 而不是考慮持牌人的政治立場 並要求政府重新考慮發放免費電視牌照 給香港電視網絡 港市去年申請免費電視牌照失敗 年初從中原棟手中扣入流動電視業務 也因為法律爭議而受阻 未能如期啟播 港市於是再次申請免費電視牌照 計劃未來6年投資超過34億元 開始三條磅道 香港電視主席黃懷基就以《不能再拖》為題 在報章專欄站文寫道 目前已經和政府申發牌照的兩間電視台 仍然未着手籌備開台 批評是對社會大眾不負責任 通訊局對於香港電視再次申請牌照 展開公眾諮詢 有業界人士表示反對 指出過去半年市場環境沒有改善 零售業情況更加變壞 加上盜版問題嚴重 質疑市場已經無法支持這麼多免費電視的營運 政府沒有理由仍然會考慮再發生牌 對此資深傳媒人審言有甚麼觀點呢 我們一齊先來聽聽吧 今天的話題是 與其爭論發生牌 不如把握好現有 去年10月 香港電視山落免費電視牌 引起軒年大波 但遊行情景仍然溺溺在目 熟了時隔半年 今年4月 那時再度遞交牌照申請 有關公眾諮詢 亦已接近尾聲 令人不禁擔憂 擾讓一時的社會爭拗重現 對於電視牌三選二 行會曾經表示 免費電視市場的可持續 和穩健發展是重要考慮因素 因此應該循序漸眾感引入競爭 以免一免費電視台急劇增加 而造成負面影響 最終令公眾得不償身 循序漸眾感引入競爭 以公眾利益為依歸 在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之間 尋求平衡 可圈可點 但怎樣循序漸進就頗值換味 港市起出局半年之後 再次謀求入局 又是否符合循序漸進原則呢 作為行會還要考慮因素 免費電視市場的可持續和穩健發展 在半年內是否發生重大變遷呢 目前電視媒體受到新媒體的衝擊 有增無減 廣告市場也未見擴張 市場帶環境依舊 對於免費電視的容納量又怎會增加呢 反觀行政長官辦公室對發牌的回應 根據四個準則和十一個因素 審視三個申請 並已經徵詢律政司和外聘大律師意見 有關決定符合制度、法律和程序公義 市民論嚴格程度 發牌的四個準則和十一個因素 絕對比選美又過之而無不及 難度有關方面 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在半年後對篩選標準實行大顛覆 還是港市因應篩選標準 半年內完成神父奇妓的大變身呢 事實上近半年來 香港的經濟環境並未好轉 政治和社會環境越來越差 雲水濫霜 佔中如箭再現 在牌照風波中 行政、立法、媒體、公眾、行遊混戰 社會進一步撕裂 自由市場、經濟體制 和積極不干預政策備受質疑 核心價值遭遇挑戰 競爭力有削弱之餘 港市兩道申請新牌 又會否釀成牌照風波升級版 變成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斤稻草呢 既然政府已經蒸發兩個新牌照 比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娛樂 為何不順水推舟 全力促進兩台盡快投入服務 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免費電視選擇 反而寫本續末 追逐鏡花水月的幻影呢 香港電視期望政府 和當局盡快處理有關申請 但作者就認為 近年香港的經濟環境並未好轉 政治和社會環境又越來越差 電視媒體受到新媒體的衝擊 有增目感 廣告市場未見擴張 免費電視的容納量又怎會增加呢 所以政府應該全力出盡 兩家已經增發新牌照的電視台 盡快投入服務 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免費電視選擇 對此你又怎麼看